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Eric Wang 中文叫王耀华 我是加拿大金色桥梁文教基金会的创始人 共同主席 非常荣幸来到你们演播厅 好的 谢谢Eric 那Jesse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作家 好 正好 再一次来到WOW TV 跟大家见面 我是Jesse卢 好的 谢谢Jesse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Eric 那举办这次比赛的初衷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初衷是这样的 我们加拿大金色桥梁文教基金会 英文名叫Cambridge Foundation 我们成立非牟利的团体的初衷 就是推动我们加拿大和中国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那么在这个里面 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广大的青年学子 留学生 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留学 读书可以说是在分散在各个角落 在安大略的每个城市 各种各样的学校 那么最近这几年 这个新闻媒体里面也有很多关于留学生的负面的信息 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在搭建 因为加拿大多伦多这个华人社区 是非常一个庞大的一个群体 但是留学生呢 往往是被忽略了一个 在这个社区的这个媒体里面 舆论里面往往被忽略掉 所以我们就是搭建这个大陆华人移民群体 和这个留学生之间搭建一个桥梁 树立这个我们这个留学生的正面的形象 也无论是在主流社会 还是在我们大陆华人社区 所以自己内部都为留学生打造一个正面的形象 所以我们主办了这个留学生歌唱大赛 那么也是想把这个分散在各个学校的爱好唱歌的学生 在他们繁忙的这个学习之余 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把他们组织起来 搞一些这个歌唱啊 或者其他类型的文体活动 这是我们的初衷 好的 谢谢Eric 那我知道Jesse啊 其实是主办了这次比赛的 那作为这个主办方 你觉得啊 这次比赛当中有哪些困难 那如果你们是如何克服的呢 这一次的比赛啊 就是经历了四个多月 从二月底开始 一直到五月六号的半决赛 到六月二号的决赛 这个四个多月 然后这当中呢 经历了网络海选 然后是然后是半决赛 然后这是决赛 那这个当中呢 实际上是我非常感谢 所有参与我们的那些选手 包括帮助就是在一路上 走过来的协伴方 赞助商等等啊 很多人还包括义工 这一路上走过来 他们都付出了 他们很多的心血和时间 那个困难的话呢 就是说因为时间关系 不能一一的罗列 那么最大的困难呢 还是把整个这个比赛的流程啊 然后是包括对于选手的选拔啊 当然我这边还是特别 还要感谢比赛的那个评委们 的大力支持 这些评委都是义务的 为我们做出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在这 就是对于选手 我们推广这个宣传这个大赛 选手的参与 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那么就是在经费上面 实际上是我们也克服了 很大的一部分的困难 也得到了很多的赞助商的 那个经济和物质上面的支持 包括那个场 我们的比赛的场地方 也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些支持 所以说从场地方面 从经费方面 我们是这一次 因为我们这是第一届嘛 第一届的话 还是所相对来说 知道的人比较少一些 但是最后的效果是非常好 我们的无论是半决赛 还是决赛都是满场 都是满场 那么决赛的话 门票也是受清 还加了很多的 就是多加出来很多的位置 所以在各界 应该说是得到的反响 还是挺好的 好的 谢谢 很成功 好的 那其实我看到您身后 做了这个关押基金 对吧 那能不能和我们 做一个介绍呢 给他们 当然了 就是今天我们主办方 把他们关押基金 带到录播现场 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下 就是让每个 每个关押基金呢 跟我们的 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 见个面 好 首先坐在我们 身后日当中呢 就是我们本次大赛的冠军 张婉宁 恭喜冠军 好 坐在我右手边的 就是我们的 此次大赛的亚军 徐柏阳 坐在我这边的 右手边的 就是我们的 此次寄军 女影 好的 谢谢三位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间 我相信 非常荣幸能获得 这次比赛的奖赏吧 那我听说 除了这个三桥选手之外 你们还有十桥选手 会参与一个录制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对了 就是我们 从百位海选选手当中 选拔出了 四十位的复赛选手 然后通过半军赛之后呢 最终是以十位选手进入了决赛 那么这个就是十位选手呢 将分别录制他们决赛的最喜爱的一首歌曲 作为他们录制录音 然后把他们十首歌就会串成一张 专辑 专辑 对 作为给他们作为经验 很不错很不错 因为您刚刚说了 这次比赛其实是第一届啊 那接下来我们的前三名 会不会有什么别的任务 或者说 接下来你积累了哪些经验 第二届会办得越办越好 接下来呢 除了一张专辑之外 我们会挑选一些 关押基金当然是在内嘛 再挑选一些比较 我们认为有潜力的歌手 就是由Stargo 北美心上文化公司跟他们签约 同时给他们做包装和宣传 让他们在演绎 就是歌唱这个领域里面 越走越越高 是 真的是非常好的机会 那这个除了这些之外 你觉得第二届比赛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进步 或者说你觉得第一届比赛 积累了哪些经验呢 那这一个我们留给那个Eric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这次虽然是第一次主办这个活动 但是观众啊 社会各界 反响都非常好 认为我们这个办得非常成功 在多伦多社区 这个华人 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文艺活动也很多 但是像这样高质量的 高水平的活动 这个无论是选手的唱功啊 选曲啊 还是从制作的这个质量 就是灯光音响等等各方面 还有这个整个流程的流畅性 都是得到了大家的高度的赞赏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明年呢相信会办得更好 会吸取经验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网络海选呢 这个涉及的这个辐射的范围也非常广大 已经涉及到通过这个微信啊 网络媒体 社交媒体 传到国内 可以说是全球各地都有来投票的 为我们选手 对 所以说是明年的设想呢 除了刚才Erik说的之外呢 我们明年想要做第二届的时候呢 还要想跟国内来一个互动 就把这个更扩大影响 这个未来的打算已经说出来了 那除了明年的比赛 要怎么样的提高之外 未来还有哪些打算 或者说我们的选手将在歌唱界 如何越走越远呢 是这样 我们这个文教基金会嘛 就是文化活动 当然是在我们这个议程当中 对吧 这个歌唱比赛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除了继续把这个品牌做好以外 我们关注这个下一代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已经长大的 这个成年人 也准备为他们举办一些这种 这种文化交流的这种活动 这个我们基金会除了这个 国际学生联盟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舞蹈类的活动 体育类的活动 都在筹划当中 所以目前可能就是说 还不方便具体透露更多细节 但是相信我们的活动会越做越多 我们这个留学生歌唱大赛呢 仅仅是一个开端 我们这个下面的路还很长 我们相信呢 在这个我们加拿大这个华人媒体 这个社会各界的帮助下 我们会越做越好 好的 谢谢Eric 谢谢Jesse 谢谢Jesse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间 特别感谢这个同时带来了 这次比赛的前三名 也祝这前三名 在你们的帮助下 能越走越演唱 歌唱得越来越好 谢谢电视前观众朋友们 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 好 谢谢Jesse 请不吝点赞 订阅